中国古代四大美女都有生理缺陷 其中杨贵妃的生理缺陷最为要命 就算是放到现在也让人难以接受 可不了唐玄宗还就爱这一口 那么这四位美女究竟有何缺陷 杨贵妃的生理缺陷到底有多尴尬 都说人无完人 金无赤足 即便是我国古代拥有着沉鱼落雁 碧月修花之称的四大美女 都没能逃过这个定律 我们首先来说西施 西施原名施宜光 据说这个女人出自春秋战国时期 历史上关于她的其他记载不多 只知道她是越国驻罗村的一个村姑 从小便跟着母亲一起在江边幻杀 故又被称作幻杀女 就是这个区区的幻杀女 被称之为四大美女之首 这个排名可能是根据美貌来排名的 毕竟她有陈于落雁之美 当然也可能是根据时间前后 因为其他美女都比她生得晚 不过不管是哪种可能 西施的美异于常人这一点 是毋庸置疑的 历史上关于她的美貌 还有一个典故 传说西施天生丽质 阿罗多姿 某天当她独自一人 在江边幻杀时 水中的鱼儿看到了她的美貌 竟一时沉迷到望迹游水 从而沉入水底 故于有沉鱼之美 然而上天显然是公平的 虽然赋予她惊人的美貌 使其成为古代四大美人之首 却剥夺了她的身体健康 以遵循人胡玩人的定律 所以这个独领风骚的美女 也有生理缺陷 西施从小便患有心急 整日脸色苍白 没有丝毫血色 而每当她心急发作 都会眉头紧皱 捂着胸口 为了掩盖病容 西施只能浓妆艳抹 以此遮盖苍白容颜 谁料她这一打扮 反倒打扮出一段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 总相宜的佳话 尤其是村头丑女翠花 在看到了这位病美人之后 更是学她化浓妆 眉头紧皱 捂着胸口的模样 没曾想她这样 反倒更丑陋了 吓得精神小伙二狗 一看到她 就赶紧撒牙子跑路 也因此翠花这一举动 被人称作为东施笑评 常常带有贬义 除此之外 这位美女还有一个缺陷 那便是大脚 虽然时至今日 脚大已经不能被当作 女性的生理缺陷了 然而在当时 西施却以脚大为耻 为了掩盖她那双大脚 不仅总爱穿着长裙 甚至还在裙边挂满了铃铛 每当她翩翩起舞之时 便脚踩木鸡 铃声作响 再加上她的天仙容貌 简直把吴王迷得是不要不要的 而她也将西施跳的舞蹈 专门取了个名字 响鸡舞 试想一下 为了掩盖自己那双大脚 踩在地上发出的啪哒声响 而时刻穿着鞋底又高又细的木鸡 甚至还能舞出如此优美姿态的西施 背地里得付多少的努力啊 可见古代女子为了掩盖自身缺陷 都有多拼呢 不过西施这倒还好 更可怕的是王昭君 竟然为了掩盖自身缺陷 搞起了发明 并且那东西还一直沿用至今 作为四大美女之一 王昭君自然也是从小美到大的 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她 本该过着平淡安稳的一生 然而却因她的美貌 去使其走上了一条无比光辉的道路 这一切还得从汉原帝选妃说起 当时昭君作为十里八乡有名的美女 被送进皇宫 却因为没钱贿赂画师 而被故意丑化 一朝落选 在深宫里默默无闻 当了好几年宫女 直到归降汉朝的男匈奴 请求和亲 汉原帝不舍得自己的宝贝女儿 决定从宫女中挑选一名赠予匈奴 王昭君才得以毛遂自荐 不仅摆脱了深宫枷锁 还用自己的一生 换取了国家几十年的安宁 然而就在汉原帝真正见到昭君其人以后 才悔不当初 怪自己没有早日发现 这位埋没于后宫中的绝世美人 只可惜一国之君必须守信 既以许诺汉原帝 便只能忍痛将昭君送予匈奴 后来更是一怒之下 斩了话是毛岩兽 相传 昭君在和亲途中 巨麻与大雁都为他送行 使他心中对人生悲情 便拨动琴弦 鸣奏一首离别之曲 路过的大雁 都被他婉转的琴声吸引 在看到昭君的美貌以后 更是被迷得晕头转向 一时间 忘记挥动翅膀 不幸跌落在地 这便是昭君落雁代称的由来 不过 即便是有着这般绝美容颜 王昭君的身上 还是存有一定缺陷 那便是刘坚 虽然时至今日 刘坚已经不算什么大缺陷了 只是 会使整个人看上去 比例不协调 并且会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人的气质而已 但为了解决这一缺陷 王昭君还是煞费苦心 发明出电阶 再加上王昭君 总是爱穿动物皮毛制成的 斗篷来遮挡缺陷 这两件神器 就刚好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画中看到的王昭君 大多是身披斗篷的原因 然而 这一习惯放在冬天还好 到了炎热的夏天 如果还整日身披斗篷 便不免显得奇怪 恰好 王昭君远嫁的匈奴之地 常年严寒 穿着斗篷既能保暖 又能遮盖身体缺陷 并且还完全不会显得奇怪 接下来我们再说貂蝉 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 貂蝉虽被语为四大美人之一 却只存在于民间传说中 有人认为 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也有人认为 貂蝉的原型就是吕布手下 前一路的前妻杜秀娘 不过真相到底如何 还是有待考证的 大家还是见仁见智吧 三国演义中 貂蝉乃司徒王昭的歌姬 相传某天 貂蝉在后花园拜月中 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来 天上的浮云被风吹动 恰好将月亮遮住 于是王昭便逢人就说 我女儿的美 哪怕是月亮都比不过 羞愧地躲在云彩后面去了 自此 碧月也就成了貂蝉的一个心态成了 后来 貂蝉受王昭所托 周璇在董卓吕布之间 目的是离间他们 而一出场便自带金手指的貂蝉 此后更是凭借自己的美貌 成功将两人迷倒 致使他们互相猜忌 董卓被诛 吕布大白 不过在他身上 也同样隐藏着一个缺陷 那便是耳垂很小 可能听到这里 有人会问了 耳垂小 怎么能算缺陷呢 事实上 古人都是非常迷信的 他们认为耳垂大的 才是有福之人 所以耳垂小的人 在当时 是极其不受待见的 所以 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一缺陷 貂蝉也是煞费苦心的 在耳朵上打了很多耳洞 好用大量耳势 修饰自己耳垂小这一缺陷 而他的这一做法 不但是人们忽略了 他的这一缺陷 反倒更加为他的颜值加分了 看完了前面这三位美女 我们不难发现 其实他们身体上所谓缺陷 放在现代 根本不算什么 然而 接下来 这位美女的生理缺陷 却当真是令人尴尬不已 不过 在揭开这个秘密之前 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 杨贵妃有多美 看她和以上三个美女比起来 到底谁更胜一筹 历史上的杨玉环 在后宫 及万千宠爱于一身 一国之君可以为她引人 放弃整个后宫 甚至为了抢她 不惜闹出父子相争的丑闻 可见杨玉环 确实是美到一定地步了 据说在唐朝开元年间 唐明皇派人四处搜罗美女 正好红农杨氏 有一女子 貌美如花 被选入皇宫 杨玉环进控以后 对自己的家乡十分思念 于是为了排解思乡之仇 她便独自到花园散步 看到无数美艳的花儿盛开 她便联想到 自己在深宫中虚度年华 于是不禁感叹道 花儿年年还有盛开之时 而我又何时才能有出头之日呢 失落之际 她落下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花了 花瓣便立即收缩 这一幕 恰巧被路过的宫女看见 宫女便到处打去说 杨玉环与花比美 花都害羞地低下了头 这便是杨玉环 修花称号的由来 然而 拥有着如此美貌的杨玉环 身体上 却有着一个尴尬至极的缺陷 她曾经是许多女人的噩梦 人们纷纷对她避而远之 她便是狐臭 杨玉环也一直被这个缺陷所困扰着 也因此 她非常喜欢泡澡 并且每次都要用掉大量的花瓣 以遮掩身上的狐臭 就连白居易都曾在诗中说过 春寒刺玉 华清池 温泉水滑 喜宁汁 描写的就是唐玉环 知道杨玉环爱泡澡 但是春天寒冷 担心她受冻着凉 于是 便赐她到华清池沐浴的事 大家也都知道 狐臭这种缺陷 其实是很难掩盖的 尤其是到了夏天 身体经常出汗的时候 身上的狐臭味 就会随着汗也挥发 营绕在身体周围 使得别人都不敢接近 杨玉环也不单是 只做了泡澡这一项努力 她同时也在到处搜寻 各种名贵香料 不管是随身携带的 外用的 还是口服的 几乎什么都被她试过了 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唐玉宗好像并不嫌弃 她的这一缺陷 反而对杨玉环十分宠爱 更是将其封为贵妃 即使杨玉环曾因为善妒 先后两次被唐玉宗赶出宫外 但她却始终不忍心 彻底与之断绝关系 又一次次的派人把她寻回 哪怕杨玉环认识唐玉宗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二婚的了 但她却依然宝贝的不行 恨不能摆张桌子将她供着 据说 唐玉宗经常夜不能寐 但只要有杨贵妃在 她便可以安心入睡 只因为她喜欢闻着杨贵妃 身上的味道入睡 这谁能想到呢 原来唐玉宗竟然耗的是这口啊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对于我国四大古代美女的生理缺陷 你最能接受是哪个呢 词 词